主内亲爱的兄弟姐妹 大家平安 耶稣复活后 显现给门徒时 对他们吹了一口气 圣神即刻降临在他们身上 基督徒入门盛世之一的 奸证盛世中 圣神的话功 是如何在受负者身上 监政圣喜及感恩盛世 是完整的基督徒入门盛世 因着监政圣世 受过喜的人与教会 更紧密地共融合一 领受圣神请住的基督徒 更应以言以行 维护并宣扬信仰 做基督的证人 老师 奸证监政圣世对于受过喜的信有重要吗 还是可有可无呢 绝对重要 而且是必要的 一 首先 三件圣世是一体的入门圣世 缺一不可 为是圣喜的恩宠达到圆满 应向信有解释 接受监政圣世的必要性 二 七件圣世 涵盖基督徒生命中 所有的重要时刻 是完整的有机体 每件圣世在生命中 都有它特殊的重要位置 因着监政圣世 圣神赋予新生命 也是借着监政 生命得以继续不断地成长 茁壮 因此 每一个圣世都具 非有不可 与不可取代的独特性 旧约时代的先知 已宣布上主的神 要住在万民所期待的 墨西亚身上 实现救赎的使命 耶稣接受入汉的洗礼时 圣神降临在他身上 成为一个的标记 显示出 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 就是墨西亚天主子 奸正圣世的富游 是富裕和喜乐的标记 富游里说明了基督徒的原意 就是受富游者 这名称的根源来自耶稣基督 他就是天主以圣神 富了游的那一位 请问老师 真正圣世的富游 给了领受者怎样的功效呢 教会以富游 洁净和滋润人的身体 它是治愈的标记 因为它疏解淤肿和伤口的痛楚 同时也赋予人身心灵健康 力量美好和喜乐 静静绿草为羊牛羊 大地无产 是你的理残 眼就让人满心喜悦 高游自身一面 来的让我们 替过强奸 静静绿草为羊牛羊 罗马教会在施洗后 有两次赴圣化圣游 第一次富游 是在受洗者 由洗礼池出来之时 立即由施洗的司朵 举行富游礼 第二次富游 则由主教在新教友的额上完成 表示基督徒与主教的连结和融合 若是成人受洗 就只需一次富游 也就是坚振圣事的富游礼 老师 受洗时第一次富 后洗圣游 具有特殊的意义吗? 第一次富游礼 表示与圣洗圣事紧密连结 象征受洗的人 共享基督、先知、司祭和王者的普通司祭职务 护抹后洗圣游 象征进化和强化 而病人富游 则带给领受者 治疗和安慰 在坚振和圣治礼仪当中的 圣化圣游 是祝圣的标记 请问老师 谁可以领受坚振圣事呢? 有三个要件 一、在天主教会内领过洗 二、处于没有犯大罪的恩宠状态 三、已经达到辨别是非的年龄 一般而言 坚振圣事是由主教来举行 表示领受者与教会的紧密融合 老师 坚振圣事的必要的仪式是什么呢? 坚振圣事的主要高峰仪式 就是父守礼 主礼者在领受者额上 附魔圣化圣游 并且说 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 因者富有 领受者拥有一个永不抹灭的印记 就是圣神烙运的记号 这印记代表个人拥有专属的印信 如同拥有房屋或土地所有权状名字的人 就拥有所有权状所登记事物的印信了 圣保路宗徒确定 圣父在我们身上盖了印 并在我们心里 四下圣神作为保证 拥有圣神印记的人 表示完全隶属于基督 永远顺服 听从他 同时 宣告天主必定保护 拥有圣神印记的信徒 等级的照片 有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